Hello 欢迎回来 现在是我们的科沃斯情绪至于宴 看看我身边这位大咖是谁 老师 因为现场我们是直播超多的人在看你 我知道啊 然后你可以打招呼啊 Hello 大家好 是不是现场在发布会的现场 对 还有在线上的所有朋友都在看了吗 对 大家好 我是钟晗良 我总算见到我的男生了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你也是用力 老师没关系 你来 你是主角 其实呢 在开场之前呢 我有130秒的快问快答 我以为有130个问题 不是130个问题 130秒 然后呢 因为今天我们是情绪治愈专业 就看接下来 你能否成功合格成为一个我们的情绪治愈师 好 我开始了老师啊 准备 3 2 1 平时拍戏如何迅速进入角色 呃 实际性 最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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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非常那个 呃 快速的让自己进入情绪 然后 读懂 读懂这个角色的台词 ok 好 第二个最近最让你开心的事是什么 煮饭 煮饭 压力大如何排解 让家里干干净净 干净 然后心情就会也好起来 啊 觉得自己演过的角色哪个是与自己性格反差最大的 当时做了哪些准备 因为是三人行里面的那个汉匪吧 啊 准备就是不断的看类似 呃 像臭虚的影片啊 等等等等 好 那结束一个戏的拍摄意味着与一个角色的告别 那自己如何从这个角色的情绪中走出来 呃 就是啊 回到家里 然后过着不用拍戏的生活 嗯 然后呃 吃好睡好 好煮 煮一顿饭也是一个方法 老师我觉得您是特别会享受生活的 然后当然我说了 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五个问题一百三十秒老师特别合格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老师开始我们的情绪治疗环节了 好 我们给老师鼓鼓掌好不好 耶 耶 直接开始了 今天就直接开启 我们有一位需要你治愈的一个选手 让我们让他让他坐在 好 他在坐在后面 他是一位歌手 马上要来了 好 哇 欢迎 哈喽 你好你好你好 还是我们让他 他坐在后面了 哦 谢谢 好好好 你好你好 好 好 好